接著我們進到簡報第8月來看看這個LED點擊證 那我們之前用的其實是單一的 就是只有一顆燈 那LED點擊證它總共有64顆 64顆 所以說其實它可以做的變化相對會比較多一點 那64顆當然沒有辦法說全部的圖案那些都可以用 還是有它的限制在 只是說這樣子基本上 那大致上我們多一點變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做動畫 做跑馬燈都可以 那待會我們會把 LED點擊證跟風明器一起把它接起來 不過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從來都沒接過 先玩假的 先玩玩假的 那我們再來玩真的 好來我們先看一下右上角 看這裡 這個 我們的模擬器這邊 你按一下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房子 打開它 那 按了之後呢再把它放到最大 這裡有一個放到最大 好 這樣子 我們就會看得比較清楚囉 來 你看 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叫元件 按一下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拖曳的 好我現在需要一個開發板 我需要一個麵包板 我需要一個LED點擊證 還有一個風明器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元件把它丟進來 那這些元件因為它本身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用滑速滾輪 放大 戳小 都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個是它很大的地方 你不用擔心 那個會看不清楚 好所以我們需要這幾個 那老師你用完之後啊 就要麻煩你把右手邊這個收起來 右手邊這個 那怎麼收就是在元件再按一下 好它元件按一下打開也是收起來 所以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OK這樣你就有比較大的空間 那 現在這邊呢 我們先把 之前有用過的這個 風明器我們先接一下 我們 在webduno或者說一般aduno裡面我們用的 風明器 之前我們說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元的 一種是無元的 好 那我們 一般來用的這都是無元的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角位 它都是沒有 等長的 所以它就沒有分正負極 那如果你是有元的 它這個 就會有一長一短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邊去判斷 您剛剛的那個風明器也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您剛剛的風明器你可以拿出來確認一下 有沒有都是短的 不是短的啦 就是兩個都一樣長 對不對 沒有一長一短 所以雖然它 這個 如果你翻過來它肚子這邊 你認真看它的這裡其實是有 寫正負極的 好 這一台 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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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有 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有正負極有沒有 像這樣 但是 因為那個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好 所以這個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OK 那 我這邊 板子上面的話呢 板子上面 我們的負極 就是哪一個 GND 就是這個 GND 負極 正極 供電的部分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3.3 一個是VCC就是供電5伏特 5伏特的電 所以呢 我們 風明器 它不需要接電了 它只需要透過腳位本身的電 這些腳位的電它就可以 驅動它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 這裡 一個要接到這邊 負極 那 我把這一條接到這裡 沒關係 那另外一條 就接到鈴木 這樣OK嗎 那怎麼接 來我們看一下 你只要把划處移過那個端點 有沒有發現 這個腳位的端點 或者像我們這邊的端點 它都會亮起來 有沒有 這邊都亮起來 每一個都會亮起來 所以這個就等同模擬我們的杜邦線 那 我這一個 如果我這樣直接接過來 這樣直接接過來 雖然可以 但是因為GND只有一個 可是我現在是要接兩個設備 所以這樣會不夠用 所以我就要搭配一下我們的麵包板 來 我先把一個接到下面來 好假設我接到這邊 好接到這邊 所以 這裡呢 您這樣接好之後那個線的顏色是可以換的喔 您可以點到你樣的那一條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 把它換不同的顏色 像這樣 好所以我就先 一個接到下面來 那您如果要參考 那個講義上的其實也可以 講義上這個是我要讓他做比較好看 所以其實我有把 你看 你看我很認真的 把這個 其實那個鋒鳴器不是這樣插下去啦 有沒有 我講義上那個圖 那個只是 做起來這樣比較好看而已 事實上是可以直接接過去的喔 那我們的元件不能直接這樣插下去 在模擬器上面是不能這樣直接插的 你必須要有剛剛這個 這個線的動作 那 像這裡 我剛剛接的這裡是GND 對不對 這個是GND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 這裡再拉一條 拉到這裡 這樣子 因為我們麵包板的作用就是 像家裡面延長線的概念一樣 所以我接到這裡之後 這整條 這整條就會有一樣的功能 那我們用的是 迷你麵包板 所以老師要注意一下 它上面 跟下面 是不一樣的 就是兩個沒有共通 所以我如果接到這裡來 它只有通到這邊 下面這裡就沒有通 除非你再搭一條 再過來這裡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嗎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這邊我再接一條過去囉 有沒有 接過去 那我就 設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現在GND 就是負極的部分 我就接一樣的顏色 那我們的 LED點體證 它因為要用到64顆 所以它就真的需要接電源這一塊 那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 下面這邊 有沒有它腳位的名稱 您可以把實際的這個 打開來看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實際的大小 你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 有沒有 是不是跟真的一樣 對不對 這裡也有腳位的名稱 所以我們假的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也可以很認真玩 所以呢 我們現在 VCC的部分 就是接到我們 待會呢 我這邊 待會呢 我的VCC 就是會接到這邊的VCC GND 就接GND 那後面呢 等於它有正極有負極 再加上 有三條訊號要控制我們這個LED的燈 那 這個要接 哪幾條線呢 我們可以參考 我們簡報這邊 我這邊是接 14 12 13 但是其實你如果接其他腳位也可以 也可以 只是說 它剛好比較連續 我就把它接在一起 這樣各位在看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樣了解 來我們假的先接看看 來 實際接看看 來這裡 我現在 把VCC 好這條 直接接到這邊 有沒有 這樣直接拉過來就好 萬一老是如果不小心接錯了怎麼辦 按Delete就好 就點到這條線 Delete 那一樣我給它一個 就是 它的顏色 好那GND 好 GND我就不能直接這樣接過來囉 因為這樣 兩條線會共用嘛 所以我就直接接到麵包板的這邊 有沒有 這一條就是GND的 那一樣顏色我把它設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DIN 我們就接到這邊 有沒有 14 14 好給它一個顏色 12 再來 13 好 這樣就接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 比較簡潔的 是像我這樣接就好 如果你要比較正式一點 你要讓同學看清楚 哪一條接哪一條 你就跟我的 簡報那個一樣 好就是那個 我們的 杜邦線這個 你可以 中間再點一下 它就可以變折線 中間再點一下就變折線 那你可以把它做一點點的整理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 我們的 這個硬體 就是像這樣來做連接 這樣老師OK嗎 那既然假的好的 我們 真的順便起接 好不好 真的 就老是把 設備拿出來 來來來來我們同步來接一下 把它拿出來 現在真的在這裡 風明器在這裡 還有 來 然後我們要準備幾條線 我們先從風明器開始 好吧 先從風明器 那風明器呢 我比較建議老師 小朋友 他如果這樣子 這個腳 直接插上去 肯定會斷手斷腳 那兩個 一定不夠用 所以我會建議老師 你先找這個 公母的 這個 公母的 你拿兩條出來 那這個撕開的時候很有療癒感 你如果覺得 你想要全部都撕開也可以 小朋友一定會 很快就撕完了 他不會丟給你 OK 所以你可以先拿兩條 兩條 那因為我們沒有分正負極 所以很單純 我這樣接上去就好 就是直接把它接上去 有沒有 這樣接上去 所以這邊你就不用管太多 哪一邊要接哪一條 沒差 好 這裡 接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 另外一端是尖的 我就 一隻腳 插到零弧 來我們找一下 在這一邊 他貼紙上有 貼紙上有 這裡有一個零弧 好這樣大家看到了 055我就找一隻 反正拿一隻沒有關係 OK 這樣 這裡有了 好那另外一個 我不能直接插進來 對不對 要像我剛剛麵包板 一樣要切上去 所以我找一個腳位 好比如說我切到這邊好 這個 待會呢 這裡 有沒有 我就先插到這個上面 等一下我要再一條線 我們原則上會有用到麵包板的話 其實弓對弓的 這種類型 用到的機會比較多 好所以我現在再拿一條弓對弓的 來 老師你再拿一條弓對弓的 兩邊都是漸漸的 好弓對弓的 你拿一條 拿下來 好 我就把這一條 插在同一排 老師 如果你麵包板 比較 正確的看法就擺橫的 因為插到這邊就 這一排有作用嘛 所以我就在這裡找一個 你看 我再拿後面 在他後面 我現在是插在同一排 對不對 同一排好 那我就把它接到哪裡 接到這邊 接到這個GND上面 接到這裡的GND 所以呢我現在呢 我的風靈器 一個接到05這個腳位 一個 接到麵包板 再把它拉到這裡的GND 這樣子就跟我們剛剛 模擬器的一樣 這樣OK了 可以吼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LED點矩症喔 那麼LED點矩症的話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兩邊都是漸漸的 好兩邊都是漸漸的 那其實這個東西 跟我們很多學校 穿堂啊 或者校門口外面 不是都會有一些跑碼燈 或是電子看板 那他們的作用 其實是一樣 你如果 去看一下 它上面的 它就是這樣一個模組 一個模組 所以其實我們LED點矩症 是可以串接的 也就是說這裡我可以接下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那它就可以組成一個大的 只是目前Webdino只支援一個 只支援一個 這樣了解 好那 等一下呢 我們要接的話 是用在這一邊喔 用在有晶片的這一邊 插下去 因為上面這裡面晶片的 是要串接 第2塊第3塊的 所以 你看我把它翻過來 有沒有 像這樣 我把它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如果老師 您要 插進去 你覺得不太好插 因為這個麵包板新的 它裡面 是一個夾子 它是一個夾子 比較硬的話 你可以換別的孔洞 沒關係 你可以試著 看能不能放進去 像我這個就不太好放 好有 這裡 有沒有 這樣放進去了 OK 但是說真的 我平常不會先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手太粗了 有沒有 待會你後面這裡要插線 是不是很難插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的做法 來 我會先把這個拿起來 先把 五根 五根 弓對弓的 渡邦線 弓對弓的 你拿五根 345 好 我拿五根 拆開 我就直接先插上去 這樣 我的手 比較有 工作的空間 有沒有感覺這樣你會比較好弄 對不對 如果你先放上去了 喔那個又刺刺的 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這樣子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 好這樣子 我先把這五根對好 那我現在對好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我這樣再插上去就沒問題啦 對不對 那沒關係我們待會再插 這樣子大家再看比較容易好 現在您可以看到 我這樣子接 那我們的腳位上來講 第一條 我的第一條是藍色的 對到這邊 是VCC 好所以呢我就把 這條藍色這一條 把它接到我這一邊 另外一邊開發板的 VCC這個腳位 因為它提供的是 5伏特的電 好這樣這一條就解決囉 再來 翻回來 好你看 我的第二條 這一條 這是GNB 接地 接地 所以我的第二條是綠色的 綠色的這一條 我把它稍微撕開一點 你要完全撕開一點 你要完全撕開一點 這都沒關係的 好我的第二條 這條綠色的 那就要回歸到我們剛剛 風平器這個 GNB 我就接到這邊 因為 開發板上的已經被用走了 所以我們把它塗力出來 好最後你看 接下來是後面 三個腳位 14、12、13 那我的第3條是黃色的 黃色這一條 我再接到這邊 14 有沒有 14 OK 然後再來 第4條 我的是橘色的 就是接到這邊的12 好最後一條就不用看了 直接接 13 好所以我們這樣子 確認線 我都接好了 我就可以把這個 開發板 那個麵包板上 就可以把 我們的 LOD點矩正 我再把他接上去 這個有點歪歪的 好那接上去的時候 老師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有點腦花 容易有視差 但是我跟你講 小朋友也會有 就會插上去就插一排 這個真的有時候很誇張 所以你要確認一下 到底那個有沒有對準 這樣我們的 這個結構就完成了 這樣要先 好所以通常 如果說 班上人數比較多 我通常就不會一起做 就是假的 我會先做完 讓他們玩過之後 再玩真的 但是如果人數比較少的時候 我通常就會 假的跟真的一起接 好 這樣就解決了 對不對 解決了 我們就準備來寫程式囉 好來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 這邊 我們來來 감 我們來吧 教你的 是 我們來 那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 看到